本所於11月15日接獲110通報 轄內茄新路茄新公園前發生交通事故 今了解是黃南騎乘普通重機 下午的時候行經此路段 不慎與對象的重型機車發生碰撞 原本一是以為單純的交通事故 在處理過程中 資深的尋佐看到華南所騎乘的機車 立馬認出是轄區內的一位毒品通緝犯所擁有帶入工具 黃南當場向警方表示 車子是像一位認識幾個月的朋友所借 當上下班的交通工具 目前已經使用了一兩週 但是有人已不知去向 黃南為證明自己的清白 急急忙忙自行打開 把車廂讓員警檢查 但員警卻在機車的置物箱內 發現一包安非他命總重0.34克 黃南當場嚇一跳 直呼真的是被朋友害慘 警方查後 上訴的物品並將黃南帶回 全案依毒品 危害防治條例以送市井地鐵署偵辦